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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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刚开始第一个要求呢 接下来 小张又壮着胆子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我们单位只有一辆解放台大卡车 平时单位接待 甚至是买菜都是这辆车 太不方便了 你看能不能给弄一辆吉普车 既方便又省油 张文毕又点了点头 说 这个要求很合理 我会想办法 接下来 小张又说了第三个要求 希望部长能批一台推土机 提高工作效率 张文毕指着小张又鼻子笑着说 你这个小鬼真会给我挖坑啊 要的东西一个比一个大 行 这些东西确实也是你们很需要的 我都答应你 回到北 今后 张文毕专门开会协调这些事 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说他们这是在漫天要假 张文毕有点生气 说 一线工人的工作环境 你们知道有多艰苦吗 照顾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对 我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 听着收银机不觉得有什么 但那些一线工人可能一年都听不到 我们常说为人民服务 一线工人也是人民 很快 肖张要的三样东西 半导体收音机 吉普车 推土机 就都给送了过来 大家都感动的说 想不到张部长工作那么忙 还想着我们一线工人的事 像这样的事 张文毕做过无数 很多人也都对他非常感激 经常给他送一些土特产和小礼物 开始时 张文毕推不掉的就收下 全部按按市价给钱 但后来送的人越来越多 张文毕那点工资就不够用了 只好苦笑着对大家说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 但我的工资也不多 买不了这么多东西 再送过就没 闲吃饭的 2008年10月4日 张文毕在南京病逝 享年97岁高龄 都说好人长寿 此言不虚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n45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on45108远回搜独